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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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今天的话打算来吃一个那个烤鸡 二凉烤鸡啊 烤鸡的话要嫩一点了 这个鸡的话年龄应该在七个月左右吧 七个月的话也是 有一点点偏老 它其实六个月是最合适的 五六个月 七个月的话也将就一下吧 稍微有点老了一点 如果要吃那种老母鸡汤的话 一定要养上两年半的 听他们老人家说的 一定要两年半 就是正儿八经的老母鸡汤 给大家看一下吧 敷了两个鸡蛋 到时候 再有鸡蛋了继续敷 继续敷 昨天的话是在这边 这个网子外面呢 看到一只黄鼠狼 昨天早上看到的 然后没多大 那个黄鼠狼只有没有猫这么大 尾巴长长的 腿很矮 然后我正准备去拿弹弓的话 它又跑了 跑到这个下面去了 这下面全是草 把这边又加固了一下 我把里面的树啊 树子全部弄了 到时候把里面敞干净 里面全是沙子就没事 树子全部敞干净 我们到时候养鸵鸟的 鸵鸟也养在这个位置 我看一下挑一只 大一点来小一点 这是母鸡啊 这是以前一块钱一个的 那个老板告诉我 这个黄色的 都是公鸡 结果养大了 它是母鸡 这个确实是母鸡 这个腿瘸了 要不要 然后这也是母鸡 公鸡的 这也是母鸡 这也是母鸡 这个是公鸡 公鸡在采水 那个蛋应该能吸出小鸡来 那只小时候最凉我了 现在它都不凉我了 然后这个是乌鸡啊 乌鸡 乌鸡它还没那个 没长大 就这一只吧 看起来很小样的 很想要的样子 哎呀不是太重了 来把你老婆抓走了 怎样 我靠 要造反了 哎 就这一只了 这个一块钱一个的 感觉也长不大了 我做这个母鸡的时候 这个公鸡还来 还来咬我 你咬我我把你下锅了 好 这个鸡才三斤左右啊 如果毛一拳 毛一拔 内脏一弄 基本上只有一斤多了 所以说我打算不吃它了 太小了 我感觉我一个人都不够吃 再养一段时间嘛 再养一段时间 再养一段时间 一斤多了 还要排泡 我排泡 不得 不得 还不得 我养大的鸡就是这么乖 不会 不会跑的 嗯 长大了再吃你啊 现在你就 这个鸡 这个鸡的话 要为什么让它别跑 你看 脚已经弄开了 然后你摸它的头 它就不会跑 所有的动物它都喜欢摸那个 那个头 你看 摸的话等会就睡着了 嗯 放进去了 放进去了 太小了 看了一下 它毛很臭的 里面没什么肉 我靠 看一下这个鸡卷怎么样 现在把这些小树给砍掉了 就特别的光 光滑 是不是 挺开阔的 以后的话 我就自己孵蛋了 这个一块钱一个的这种鸡苗 我再也不买了 长得太慢了 你看这种 那个养殖场买的那种大鸡苗 长得很快的 还有那个 青椒麻鸡也挺大的 至少比这些一块钱一个的这种鸡 要重一半 这种一块的鸡苗确实品质要稍差一点 长得慢吧就是 鸡肉没吃到啊 今天准备来吃腊肉 我记得还有一个腊猪脚 冰箱里面还有很多艺苗 把这个腊猪脚吃了 放了好久了 炖猪脚 炖猪脚 这个是野鱼啊 还有这么多野鱼 哇 这一包是董卓的 全是肉 看骨头 有些鸡肉 鸭肉啊什么 反正一些 鸡肉 给大家说一下 这个是给董卓吃的 这是两只鸡 好像是村里面好多鸡 被那个黄鼠狼给咬死了嘛 然后就没有吃 就给董卓吃嘛 真的这边黄鼠狼很可恨的 等会儿晚上就吃这个嘛 等会儿捡一下冻 再吃这个玉米 炖这个腊猪脚 搞了一根胡萝卜 一人一半 一吐一根不要抢啊 不要慌 不要打架 好像鸡在打零了 好像下蛋了 去看一下 母鸡生完蛋的话 它就会打零 哥爱哥的叫 我感觉你们两个对我很不友好啊 到时候把你下锅了 你看这里面挺爽的 这里面放鸡的话 养鸡的话真的是完美 绝美 应该这个鸡下的吧 绿可蛋鸡 有一个刚下的听到它了还是热的 去把它敷上吧 这里面应该没有 去把它敷上 不要别别它看到了 不然还要抑郁啊 打打打打 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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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鸭子的话准备来做一个烤鸭 后面再做吧 这个是那一颗刚孵化出来的还是热的 给它打个记号 因为鸡蛋的话 你孵化到三天四天的时候 要翻蛋 然后二十多天的时候 要保湿喷水 所以说把日期要记好 把这个蛋放进去 这个是那个玉米壳 这个兔子都吃玉米壳 真的这兔子一点都不挑食 什么都吃 把这个腊肉先焯水 多焯几次水 虽然太咸了 一共四块 这个辣猪脚 打出来 这里面放了一些葱花 骨头骨头 猪蹄猪蹄 这个腊猪脚搞好了 哎哟 哇 太香了 看起来 捡这么好的猪脚 就不喝了吧 扛不住了呀 今天又是39度 太热了 本来不想喝皮水的 但是太热了 喝一点吧 少喝一点 先走一个吧 舒坦 嗯 尝一下 好久没吃这个了 哎呀 四格多年 又吃上腊猪脚了 哇 好烫啊 嗯 嗯 嗯 还说一如既往的 软弱现象的 猪脚味融 猪脚味融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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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差点把董子搞忘记了 把放出来 啃骨头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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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辣猪脚啊 一定要配点冰皮水 特别爽 嗯 嗯 嗯 可以再去拿两颗大蒜子 吃肉不吃蒜 香味少一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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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是一个猪皮啊 嗯 听说猪皮吃了找不到老婆 反正找不到就吃了算了 又不是第一次吃了 又不是第一次吃了 上次我也吃过的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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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来一个 大鼓头 嗯 嗯 嗯 哇 有点烫 有点烫 来玩一下 来东子 好多收入 就喜欢这种大口吃的感觉 特别香 在我们这边农村的话 腊肉是必不可少的 家家户户的吃 再来个鲜玉米 下雨了 我靠这雨下了 这个屋 这边在下雨 这边没下雨 挺奇怪的 看来这边都没下雨 这边是太阳 大太阳 这边在下雨 嘀嘀的响 应该是天中雨吧 看一下终于下雨了 暴雨啊 要降温要降温 美滋滋啊兄弟们 很明显 我去收到 这边是空间的 还没得到 沙发 一边在沙发 最后有经历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